苏州为什么叫沽苏? 苏州叫沽苏和大宇治水有关。 传说,大宇在太湖地区治水时, 有意得力助手, 名为虚,因辅佐大宇治水有功, 在水退后被封于此地, 而后这一地区也就以虚为名, 称沽虚。 沽为当地土语的语气助词, 无实际意义, 常做专用名词的前缀词。 在古代吴楚地区虚苏同音, 所以慢慢就写作《沽苏》了。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, 江苏省东南部, 全市地势低平, 境内河流纵横, 湖泊众多, 太湖水面绝大部分在苏州境内, 是著名的江南水箱。 苏州鼠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, 四季分明, 雨量充沛, 种植水稻, 小麦, 油菜, 出产棉花, 残桑, 林果, 特产有碧螺春茶叶, 长江刀鱼, 太湖银鱼, 阳城湖大闸蟹等。